这几分钟呢 到五十而已 好 这样 好 这样 有了这个 后边这 可能就没时间通过了 后会有机会 再加 没关系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结论 第一就是说 我们要加强 台湾的议研文書的教育 再来就是 我们现在现出是国家 一星期一集 这些都没有教育 那是太少 最少要三个 要政家 再来我们要比较 北京的 还有营丽 用台湾议研文 列入 国中 高中 和台湾的必修课程 里面 未来 国中 高中 台湾的必修课程 应该有一个台湾本土的议研 让人们算 你要台湾 或是客戟 或是原住民的议研 让人们算 这样才对 不可以跟他们百姓 再来 入学科 高中也好 台湾也好 入学科 或是说他的珍视 应该也要把台湾议研文列入 包括关注民 包括客家 包括台育 这都应该要带 让人可以宣客 再来我们要制定 这个 議員的平定法 这如果当时有去插 有要制定 但是中国党一直抵下 不需要做 这我们一定要来 来做 用議員的平定法 定定这个 这个 一定会 好 以上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很抱歉 我们就只好说到这 还有如果有家 还有可以 一些网站 我还有个人的网站 你Google 打经理文 就出来了 里面有 这么多 还有更多相关的资料 可以来看 不然今天 就先说到这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待会宣传再来交流 吧 感谢大家